欢迎来到本周V生命灵树,我是温迪姐 在本周的主题要来跟大家分享生命灵树九宫格 159连线的意涵特质 以及如何与拥有159连线的对象相处 159连线呢,我们叫做执着线,也叫做成效线 听到今天的内容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 159单个数字分别所代表的意义 1这个数字呢,它所代表的是你非常的高自信 开拓的能力非常的贤明 以及呢,你的独立自主能力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5这个数字所代表的是你有绝佳的勇气 拥有主见,同时你也拥有非常强烈探索事物的心 9这个数字的意涵呢,代表的是你有坚定的信仰 积极看待生命,同时你有非常坚定的核心思想 综合以上三个数字的特点 我们也把159连线叫做执着成效线 大家有没有发现,1594其实是三个基数 这三个基数合在一起的能量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会把159叫做执着 因为执着基本上是要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就是你吃得了苦 你不会受环境影响 你坚持自己所相信 执着这件事情啊 它基本上是159连线 非常正向 且会让大家记住它的一个特色亮点 那有159连线的人呢 他要认真投入的事情 是必须是他有热情的 所以我们刚刚要讲的是说 不是任何事情他都执着 他的执着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是他觉得好玩的 有趣的 他有兴趣的 所以我觉得有159连线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啊 是一个喜好会非常非常明确很坚持的小孩 所以他们一旦决定要尝试的事情的时候 除非他们自己喊停啦 要不然就会比较不在乎时间的成本 甚至是身体的健康 以及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金钱能力 一直去坚持和支持他想要做的事情 反正就是一股脑先做到底 再说 因为支持他们的力量是什么 就是我喜欢 但是在成年之后我经历了一些失败的经验 你会开始愿意聆听你身边的人 跟你分析的结果 或是会邀请他们帮你一起来评估 如果你愿意接受别人的一些建议和分享 而不是一股脑的 我就是坚持啊 我不管啊 我就是一定要做的话 你就可以将所谓的固执执着线 转换成能够看到成果的事业线 那事业线也是需要坚持这件事情 是因为事业线它是要什么 要有专业的知识 同时间呢 你要有同温层的人脉和资源 再来你必须要有高效率的执行方式 再来是你需要持续 且你要设定好 你很精准的目标 你才有机会让你自己成为那个领域的佼佼者 所以如果说有159连线的人能够有这些变化的话 你就能够将所谓的固执坚持这样子的一个标签撕掉 变成一个不轻易动摇的好特质 有159连线的人的特质呢 整体来说你们是拥有可以击杀成塔和日齐有功的人哦 因为你们一旦设计目标之后 会不受环境的影响 甚至是呢 不会这么在意社会的眼光 你就会默默的一步一脚印朝着你的目标去前进 所以有159连线的人呢 也常常会给人家你是一个非常有坚强的意志力 不需要别人给你肯定 你就会相信你的梦想往前去前进 但是有时候在成功的路上 我必须说大部分的时候你是很寂寞的 但是我觉得成功啊 一个程度是你要沉得住寂寞 因为在成功的路上 很多的时候是非常的孤单 而且很辛苦的 所以你常常需要不断的自我喊话 给自己信心 特别是在有出现关卡的时候 你们都能够用一个正向的方式来去面对 然后局势不好的时候 你也会找转弯的方法 帮助自己撑过这个低潮 为什么你会这么勇敢且可以撑过低潮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你在这个设定目标的过程当中 你很清楚知道这一切是必然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会觉得你在走的是一个 你早就知道的 而且你也相信这只是迎来成功的最后一理路 你只要撑过了后面等着你的就是非常丰收的结果 但有时候坚持的反向啊 会让人家觉得你就是不顾一切 古人说凡事刚刚好就是最好 在过犹不及的状态下 长远来看啦 太过坚持 其实有的时候会伤害到的是你自己的身体健康 有的甚至在财务管理上面的失衡 另外就是说你在整个亲密关系的所谓的时间调配的顺序上面 有的时候比较容易产生 故此失彼的情况 所以有的时候有159连线的人 容易会被贴上就是说 这个人好像有点工作狂耶 建议有159连线特质的人 你要开始练习跟自己的内心相处 你要跟自己说 我才是主宰我自己身体的这个人 所以呢 我一定要在能够兼顾身体理财平衡和时间恰当的分配之下 同时能够做到变成是呵护我的梦想 且兼顾家庭事业和身体健康的那个人 因为你们只要是在前期把目标设定好 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 不论是找最好的平衡方式 甚至是找到最好的配套方法 都会是你们天生就很强的能力 在这样子的状态下 能够让你们朝目标前进的过程当中 不会留下长远身体的后遗症 但也不会抱着我可能会错过的遗憾 为了要达到你的目标同时 去发挥你坚守的这个特质 建议你一定要时常去做的是一个叫做资源的评估和规划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设定目标的时候 可能是一年前两年前 但是当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大环境变了 甚至是你的资源变了 你还是可以持续坚持 但是你要去调整的是你的战略规划 以及知道怎么样去帮自己找到更好的坚持方向 跟进程的规划 那另外呢 如何来跟有159连线的人相处呢 我觉得有159连线的人啊 你之所以会跟他当朋友 或是会比较进一步跟他有比较亲密的接触关系 一定是你被他的热情还有坚定吸引住的 毕竟我觉得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代 还能够坚持以及不轻易放弃的这个特质 其实会让身边的人多了一份安全感 因为你知道啊 对方是不会轻易把你丢下 然后对方是一个会挺住自己的人 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人格特质 除了让你自己就是跟159连线的人相处非常安心之外 同时也让有159连线的人非常享受 身边的人其实是需要他且支持他的 但是我觉得在跟159连线的人沟通的时候 其实你需要找到一个比较有智慧 以及要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方法 来去跟他分享你的建议和担心 你不要让对方误会 如果你的建议当中其实是有些嘲笑啊 看清啊 觉得不可能的态度出现 因为啊 这有的时候会反而引起159个性当中 那种很坚持很坚毅的特质 如果你今天想要159的人改变一下下 或者是你发现他的坚持当中已经伤到他了 你可能用一个软性的方法来跟他说 举例来说 你就用身体力性的方式陪他 如果他不睡 你就不要睡 你就陪着他 这么辛苦的事 你就跟他说好累哦 我们要不要来睡觉啊 那没关系 你快做完 那我就陪你一下下 用你的方式让他知道说 好像有点过头了耶 这个时间好像只要是人都会累 应该要睡觉哦 所以用一种平衡的方法 但很温柔陪伴他的方式 让他知道说 他身边爱的人辛苦了 那身边爱的这个人 如果也是他要保护跟坚持的一个目标时 他就会自动去做一个比较柔性的转换 所以以上呢 那就是我们针对生命灵数九宫格 有159连线的人的人格特质 以及跟他相处的一些分享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